老師你好,就是我想問一下,就是我們常常說媒體現在已經很發達了嘛,然後我們應該很多資訊都可以知道,然後我也相信非常多人顧你也是用臉書或LINE這種東西,所以他們也是常常被死板,所以這種資訊他們也知道,那可是為什麼到現在還是會有很多的父母人來覺得說,我們知道這些然後我們又能做什麼,或者是, 他知道這些,他也覺得是,我們還是被利用,還是被幹嘛,就是跟我們的認知上,我們同樣接受到同樣的訊息,然後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然後還有說就是,這是不是因為經濟造成的,就是對於比較富裕的人,他們可能他的思考模式跟比較不富裕的人,或是對於一些家庭背景,他的思考模式思路是不一樣的,跟這有什麼關係的 所以現在回答嗎,還是我們蒐集問題 都可以 還有沒有人要發問,我們蒐集三個問題,再請老師一次回答 沒有嗎,那我提問 老師,老師就是因為像,包括這一次的事件,在大概運動的後期的時候,其實我後來聽聲音大概應該就是我學姐,聽聲音蠻像的 就是有一群記者,就是好像設計學生說,那個郭台銘要過來了,就有那段影片你有看到嗎 就是關於這個,然後還有,就是之後,因為在一場反服貌的座談上,好像是交大的老師 就是,剛好是中央社就是,明明就是老師還在講話的時候,但是中央社的網路新聞已經出來了 就是說,欸,學生跟那個官員就是互動非常良好,結果根本還沒到QA時間 然後交大的老師,看到他的學生發這一篇訊息給他之後,立刻就在現場跟大家說 請中央社出來說明,不然就是這個就是假新聞 那所以,當然我不願意用,就是直接批判用假新聞這樣的比較強烈的字眼來敘述 那對於一個新聞專業或新聞倫理的角度來講 那這兩個事件,就是我們一般人看媒體,看新聞有沒有一個準則 就是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這樣子 有沒有人還有問題,再一個問題 老師,常常我們也看到新聞,因為我們也知道那個是假的 那我們要怎麼去反應說,這個記者你這樣子錯 因為大家看了好像這個人好成功 他說,他寫著對他自己本身有利嗎 其實那個不是這樣子 那我們要怎麼去反應這件事 好,先回答回,因為我們都看到的是在網路上面的截錄 我們不知道那個報導的實際的內容 以及在記者聊天的前後是什麼 但是你會開始產生這種質疑,也代表你有某種假設的存在 對不對 那這就是我要講的是說,到底是不是客觀重義 其實常常是跟我們自己的價值認知是有關 它符不符合我們的立場 我覺得這是我們在,所有人在批評媒體之前要先做的自我批評 所以我不會去,我的意思是說 我會去不斷的在檢查這場運動 你會發現我在談,我也不會說網路很厲害 或是躲流媒體有多糟 或是網路有多糟 那其實我們要去學習的是一個思辨的過程 那如果從你剛剛談的那兩個例子來看 就是一個是在立法院外 因為我後來有去問 那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回答我是真實 他們說他們只在閒聊開玩笑 那有這種可能嘛,對不對 那如果沒有這種可能 如果不是這樣,他就是很糟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當時他們在發言的情境是什麼 那所以如果他是要作假,那當然就很糟 可是有時候,這個作假其實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不對的 可是有時候記者,他必須要設計某種的回應跟互動的方式 他在寫作的時候,他才能夠把兩邊的意見給抖出來 那這個要看他做了什麼議題 所以也沒辦法一概就說那個是OK或是不OK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什麼?中央社 我把文化的中央社報告啊 我把文化的中央社報告啊 我怎麼知道那個老師是講真的來講假的 為什麼你一定要相信那個老師 你懂我的意思嗎? 而且就我看到那個影片 我看到的是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他講的是說 他還在進行 可是那個報導他可能是在講的是 官員講完 我還沒有在講後面進行那一段 所以他可能是因為要發即時新聞的解稿 而先寫了那一段,然後把它丟出去 所以 我大哥在這邊應該都要知道那個 這個是OK的嗎? 我也是想問這個 沒有,就是說他如果只在寫那一段 就是講官員的那一段 說不定官員都沒有什麼衝突 就OK啊 所以他如果在講整場就是不對 所以因為那個老師還在講嘛 對不對? 然後他僅心把前面那一段 他就說今天我在講對不對? 那我可能要Q 可是他如果就寫說我已經發表完 講了什麼然後送出去 他這部分是沒有錯的喔 只不過那老師看到那個部分是說 我後面還在講你怎麼就已經說結論 然後你也沒寫到我在講什麼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他可能是預發了 或是先切斷 所以那個跟他的工作的作業的流程是有關 那因為我沒有看到中央社的報導是什麼 所以我也不敢去評斷這件事情到底是什麼 可是我們會有這樣的假設是因為我們 一部分是來自我們長期對媒體的不幸的 特別是中央社或者是裡面的那些聊天的媒體 那另外可能是我們本來就站在一個立場 我們要從這個立場 已經決定從這個立場看事情了 對我覺得我必須要講這一個部分 那剛剛這位大姐提到的是說 那那個報導不對怎麼辦 那很簡單啊 就是第一個就是不看嘛 那不看就是一個最簡單最方便的方法 可是我覺得台灣的媒體問題會這麼大 就是因為常常是因為不看的關係 我所謂不看的關係是說 我常常在批評說我們不看電視 就是或者是我們對這些東西 就是應該這樣講台灣的媒體運動很難成功 有一個部分是因為 第一個是牽著到制度的問題 牽著到制度的問題 牽著到制度的問題 它就會涉及到非常複雜的權力的關係跟法規 那這個一般比較難懂 除非你說 例如說好了 要罵蔡衍明很簡單 可是你要修反壟斷法就很困難 所以但是它不是蔡衍明的問題 而是反壟斷法的問題 所以對我來講它不是蔡衍明的問題 不只是蔡衍明的問題 而更是反壟斷法的問題 所以但是罵蔡衍明大家就跑出來 可是要談反壟斷法大家就不會了 對不對 因為聽不懂或是看不懂 或是說為什麼要反壟斷 或是討厭蔡衍明而已 如果是實際上人來經營 我還要拍手 對不對 所以到底我們在反什麼 我常常在反壟斷運動 我自己在 我也是裡頭的主導者 但是我也在不斷的在挑戰 參與反壟斷運動的人 到底在反什麼 到底在反的是這個你很討厭的人呢 還是對台灣整體的媒體制度是有問題的 那這是一個很難 這個運動很難推的原因 第一個這運動很難推的原因是因為 所有的運動會產生力量 會產生反彈 是因為存在了某種的焦慮 例如說空氣污染 例如說余醫師不知道有沒有 余上午醫師談PA2.5 那PA2.5 那PA2.5 比如說告訴你說每天這些PA 數值怎麼樣 越講的越恐懼 所以你就可能才是環保運動 或是說你去工廠上班 老闆都不發給你薪水 你可能就會出來罷工 對如果你有工話就可以罷工 那所以你會因為某種焦慮 例如說對中國的恐懼 你就會出來要反對中國 那福茂就是一個反對中國 其中的一個靶子 那看電視你不爽的話 你怎樣 就轉台 當你轉台的時候 你的焦慮就消除了 可是當你焦慮消除的時候 你覺得不好的東西 它一樣存在 而且繼續在影響別人 那所以怎麼辦 起碼打個電話給他 你很難路過 因為在台北很難路過 那打個電話去給他 這是有用的 在我的經驗裡面 它是有用的 那常常我們是連電話都不打 然後就覺得沒有用 那我就覺得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因為從來沒有試過任何的方法 所以下次你覺得不好的話 你覺得一個人不夠就糾團 反正現在多糾團的軟體 連輸也都很多 你就糾團 然後大家一起來打電話 它就有可能產生一些力量出來 OK 好 那我覺得你的問題是比較難回答 就是說 我覺得要看議題跟狀況 就是說 它不是一個單純的 所謂的世代媒體上面的差別 但是它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例如說講我自己好了 這個不是現在爸爸媽媽會 擔心她小孩被利用 我在參加學生運動 我還是學生參加學生運動的時候 我媽媽就會打電話給我說 不要被利用 然後前一陣子 這個運動很夯的時候 我媽媽就打電話給我說 不要利用學生 所以一開始叫我不要被利用 然後我在想說 不要鼓動學生 我說沒有 這次我都很乖 我沒有到處亂跑 那我要講的是說 我記得我在二十幾年前的時候 跟我媽媽說 如果我做的是對的事情 那我如果被利用 我覺得也不錯 就是說 因為到底是誰利用 誰還不知道 我們為什麼一定是會被利用呢 那社會運動它本來就是 常常會有一種各種不同的角力的過程 它沒有那麼的純潔 不要把它想像是什麼非常純潔 然後我穿白衣服 我穿黑衣服 它就是一種純潔 從來沒有這種事情 社會運動就跟政治一樣 它本來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角力的過程 所以沒有什麼好可怕或是好避諱的 所以我就跟我媽說 那其實到底誰利用 誰都還不知道 那如果我們做的這個事情 那其實我們為什麼 不要講利用好了 我們為什麼不借利使利呢 那有些我覺得很大一部分 是來自於父母對小孩的 這種所謂的焦慮跟擔心 那這個焦慮跟擔心 一部分是來自於說 當他們覺得 他會覺得他是你的孩子 或是覺得比他年紀更小的人 或是在某種的社會的地位 所以階層之下 這些相對比較弱勢的人 他是沒有行為能力跟思考能力的 或是他行為能力思考能力 他被想像是比較弱 所以就會覺得這些人 他一定是被利用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你剛剛其實已經講的 那個答案 是一種階級的問題 就是說 對未來想像的一個問題 例如說 現在的父母親 包括可能像 就是我可能跟你們父母親 都差不多年紀 就是我們會想到 某種的一種所謂的穩定 就是當年紀越大 他通常是越保守 然後他越守成 那他越不會去挑戰 對他的未來去產生 希望有太多的變動跟挑戰 就好像我剛剛談到的 很多的記者 其實是認同某種的主流的價值的 他也不希望這個主流價值 是被破壞的 所以通常一定是年輕人 他沒有太多的價值的束縛 那同時沒有價值的束縛 價值的束縛 也代表他對這個社會的 未來的想像 是比較具有開創性 比較具有可能性的 所以他當然 他一定是會比較重的 而年紀大的人是比較熟成 而且特別是像我們 這一個世代的人 或是比我們年紀更大 世代的人 我們都一直會覺得 經濟發展是社會進步的 唯一的條件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 一個想像 就是說 例如說好了 我們都講說 這個為什麼要都更 對不對 都更就是 我們當時要換更好的房子 更好的地方去住 所以我們都市更新有什麼不好 可是都更的目的是 為了要讓我們住更好的房子 還是要讓我們賺更多的錢 如果是要讓我們賺更多的錢 那就把所有的房子打掉重裂 地皮抄起來就可以了 那管理是不是文明 因為我們就把它打掉重裂 我們就可以賺更多的錢 對不對 這個地主會賺到錢 炒樓的人會賺到錢 賣房子的人也會賺到錢 所以大家都賺錢 那所以當大家賺錢的時候 就會開始出現另外一種貧窮 所以台北的房價是全世界最高的 那就是購買是難度最高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為了要住更好的房子 那我們就應該去改善這裡的住宅 的型態 而不是去把房子砍掉 就是說改善這裡的住宅的型態 或是改善這裡的住宅環境 應該有很多的方法 即使要砍掉重裂也有很多的方法 例如說我曾經聽過一個例子 他們在荷蘭做的一種方法 就是說 假設這個地方要都更有五棟房子 要重新的讓他們房子做得更好 所以他會先找一塊空地 在這空地上面先蓋一個房子 然後請A這一棟的人先搬到這個空地裡面 蓋好的這個樣品屋好了 搬進去之後他就幫你去做什麼 整修 你說你的房子哪裡漏水 我們來做整修 你說哪裡不好我們來拉皮 就像什麼搶救老屋大作山 那種節目是一樣的 好蓋好之後呢 就讓這些人 原來住在A棟的人就搬回去 然後就讓B棟的人再搬到這個所謂的樣品屋 然後再把B棟的房子重新整修一遍 這個時間很長 可是沒有一個人受到損失 現在的都更只是把鄰居變成股東 鄰居會有和善會有和平會有愛 股東之間只有利益 那我們要什麼樣的生活方式 他就是對一個城市的想像 例如說台南的鐵路為什麼一定要地下化呢 如果他的交通不變 那我們就來解決交通不變就好了嗎 道路拓框不是一種解決交通不變的方法嗎 那一定是地下化嗎 地下化有很多東西就會不見了 它不只是拆房子的問題 城市的景觀它就不見了 我去日本東京玩最痛苦的一件事 就是我從來都不知道它上面的房子長什麼樣子 因為我全部都坐地鐵嘛 從地鐵到另外再出來 原來是長這個樣子 那其他地方我不知道它長什麼樣子 所以那個就是一種對社會的想像 對生活的想像 對未來的想像 那這個當然就會在不同世代裡面所受到的經驗是不同的 那特別是包括現在的同學們在學到的生活課本 或是社會課本裡面 都會告訴你人類的發展就是農業工業到商業 就是一條線的叫做現代化 這是一個非常愚蠢的說法 對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嘉義永遠是落後的 可是嘉義是落後的嗎 不是吧 它的厲害的地方 它強的地方 它可能比很多地方更適合人居住 那適合人居住的地方是進步 還是不適合人居住的地方叫做進步 這不是很好笑嗎 一個不適合人居住的地方叫做進步 這不是有問題 這我完全不懂 對 那這是我們從小教育很多很多的因素所造成的 那個 因為 其實真的很感謝那個我們公庫啦 因為一直以來都是 就是 不管再小的事情 他們都會有 你叫什麼 公民記者吧 沒有 不是記者 就是記者 就是 老師其實 不要看老師這樣 就是 全台灣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小小一件事情 我們覺得可能沒有人去報導 公庫的報導就會出來這樣子 對啊 這從2006年開始 07年 07年開始 然後集結到現在 有一本 現在在圖書寺也有展出 公民不冷卸 站在你旁邊 對 對 這本書 就是 我其實還沒完全看完 我大概稍微翻譯一下 因為大部分的時間 真的是 我也不知道 被臉書害到 就是大家整天一直在那邊看新聞 這個政府真的是害我們忙得忙不過來 一天 每天一直分享這樣 以前也是聽過老師的講 他真的講到就是說 你今天 臉書上你就按讚 你不分享 別人就看不到啊 因為 我們每個人的交友圈都不一樣 你今天按一個分享 你的朋友才有機會接觸到這個議題 你只有按讚的話 頂多只是讓 比如說你來按我讚 頂多只是讓我這個文章 凸顯在我的朋友圈裡面 凸顯多一點 但是你的朋友圈跟我的朋友圈 可能完全不一樣 所以 除了分享這個動作 還有剛剛老師講那個 打電話的動作也很重要 我現在也還有一點 沒辦法突破心魔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打電話好像不太行 那你不是很激進嗎 沒有 走在路上講話好像可以 打電話就有點尷尬這樣 對對對 這就是我們要努力的部分 就是其實行動 行動才會造成這個社會真正的改變這樣 好 有問題 我也有答了半數 不好意思 單哥答案年前 稍微再問一點小問題 就是 其實剛才聽老師講 就是一直講到主流媒體 那其實像 像老師的公庫 或者說 心頭殼 心頭殼 苦勞網等等 我姑且把它稱為非主流媒體 這個非主流媒體 不是比較負面那個說字 就是說 相較於這些主流媒體 畢竟他們握有很龐大的資源 那他們 用這些很龐大的資源 他去行銷 去迎合所謂 人性的 某些欲望 跟口味 那我們 在 往後 從今而後 我們 我們必須去面對說 他們是真的很強 當然說 這幾年 或者說 從這一次 318 就是 這個事件 那我們看到 其實 社會上有很多的 良知 其實慢慢的覺醒 那 這些 原本所謂的非主流媒體 其實 它的 曝光率也 慢慢的在增加 可是 再往後的幾年 我們面對 還是擁有這麼龐大的資源 這麼強大的主流媒體的時候 那 先不論 先不論我們 作為一個閱聽者 我們要怎麼去選擇 如果單就所謂的非主流媒體 再跟這些主流媒體去做 不管是資訊的傳播 還是 該怎麼講 算是一種抗衡嗎 我們應該該如何去面對 那 未來將如何發展 那有怎樣的願景 那 如何可能 這樣子 還有問題嗎 哦 知道 管老師已經在場了各位 我有一個 蠻模糊的印象 就是在泰華學運佔領 立運的這一段期間當中 好像在美國那邊有一個 不知道是聚會還是場合 那一些美國學者 在對台灣發生這樣的狀況 就是做了一些評論 一些分享 那 可是呢 當場有台灣駐美的官員 好像起來打斷 甚至說 這個事情就是一群暴民啊 亂源什麼之類的 那其中有一位學者 在被打斷之後 下來私底下講說 其實美國有很多的民主價值 跟民主的成就 也是透過一些違法性的活動 或是違法性的一些狀況 所去推展出來的 那回到台灣這邊 像其實 學運總指揮林開館 沒有曾經提過 他身對外界攻擊他 違法 或是說強調我們知道 這群民主法制 可是卻一大堆就是那種 違法啦 甚至什麼樣的一些 比較非法的狀況 那他強調說 我們有所謂的正當性 那當我們在看待一個 不論是學運或是社會運動都好 那當應該去怎麼樣去 衡量評價 或者是說 拿捏他的一個正當性 或是違法性 或是說我們的角度 不是局限在正當性或違法性 還是應該說 他其他的價值 可能進來做一個綜合的評量 這樣子 好 謝謝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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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剛剛前面講 就是演講的 老師我聽到就是 很容易在一些社會的抗爭火光上面 去抗爭準分 大四分的媒體的角色是會最適合的 老師 老師 如果假設未來 可能 就是還是有這種 像是社運或全運的狀況發生 那 是不是有 別的方式可以讓 就是這些抗爭準分 這些 比較大的媒體 是 比較不會這麼衝突 是 這種是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做解決 或是 中間會讓他比較 peace 的東西 有點 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也有這兩個 剛好有一個問題想問錯 就是 老師 你剛剛一直講說 主流媒體通常是 這種保守法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 像這個 我們正在同學表講 他們那邊 美國媒體 有一段會直接 下來反應說 其實當初我們美國建國 事實上 就是 一些 這樣子暴動起來的 才建國 因為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 在美國 我自己了解的話 大分只有 BOX News 它本身是保守案 但是其他 全部媒體 事實上 他們都是 所謂的 就是 比較行動 然後就是 改靜派的媒體 我們覺得說 不一定 像老師講的 好像就是 比較保守 然後後面 演藝圈人也跟台灣不一樣 台灣的人好像 其實是 藝人為什麼是 好像比較保守派 可是照來說 藝人應該是所謂的 你是 特朗 你應該是 會偏 所謂的另外一個政黨 就是 為什麼 他們的媒體可以這樣子 反而是 比較 還有藝人 還有媒體 支持改革的方向 為什麼台灣是 比較保守 照理說 他們這種 比較需要創意的部分 應該是要偏 所謂的行動派 為什麼 反而在台灣是保守 因為他要活下去 他幸福就是 最近不是又出了很多的狀況 所以 可能有他自己的一些考量 那 在美國 FOX其實是保守 APC MBC 等CBS 我都覺得是保守 我都覺得是保守 特別是在一些 因為 他的 經濟的 複雜度 很高 所以 例如說 在 911 應該是 在 反正 反正有一次忘記了 是要攻打 低拉克 還是 反正是攻打海山的一次行動當中 美國的 VOA 美國之音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我有點模糊 他就去訪問 這個 那個誰 就是去訪問海山 結果 因為他是國家媒體 所以他訪問海山之後 就有 10幾 就是 那個電視台的CEO被撤換 然後 好像200多個人受到處分 那 那 在當時 NBC CBS 原本也都是 反對 也是想要去報導這些東西 可是 國務卿去跟他們 聊完之後 他們就 不去報導了 那 因為他廢後有非常複雜的政治跟經濟的關係 那我所謂的保守是說 如果你去看 除了這個複雜的政治經濟關係之外 其實你會發現 在台灣的這種 或是全世界各國的媒體工作者 通常都是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都有一個特性就是保守 就是特別當一個社會比較大變革的時候 他的那個中產階級的特性 他其實是很容易跑出來的 所以因為 他不太能夠去站在一些比較激進 例如說他不是勞工 他就未必能夠站在勞工的處境去思考問題 他不是精神障礙者 他就未必能夠站在精神障礙者的處境去思考問題 所以 我幾次有訪問那個 魯兄 魯兄 就是其實在 因為我做精神障礙研究做很長一段時間 其實他是少數會比較支持精神障礙的 因為他其實有常常去做志工 或是跟很多人接觸 但是我問到很多的記者訪談 他們是對這一種是會抗拒的 OK 那我所謂的保守其實是包括他在價值上面的一種 很大的這種所謂的保守 那當然會看狀況 就是說 這種 在一般的所謂的社會運動是保守的 可是如果是比較巨大的東西的話 那他就不一定 例如說 紅三軍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的媒體是挺紅三軍的 他就不保守了嘛 對不對 因為紅三軍他會覺得他是一個正義 因為他在推倒打敗貪腐嘛 那所以這個 這個有可能是他跟他這個本身經營者的政治立場 是有很大的關係嘛 所以如果今天是紅三軍再一次運動 那旺中可能就會去挺 對不對 因為他的政治立場可能是相同的 那為什麼這一次其實你會發現 有很多的媒體 他開始 越來越朝向這一種所謂的 討好學生運動這個部分 我覺得道理很簡單 因為那是有市場的 如果他沒有這麼多人 但是他的正當性還是那麼強 你可能他可能就不會去報導他 他是跟著市場的力氣去走的 所以我們剛剛有看到那個圖 他是有很多市場上面的那種一種獲利的 所以他有很多複雜的因素在考慮 所以例如說像香港的媒體 就是香港有一個研究也提到說 香港媒體對於像七一遊行或是六四 在過去其實都報導非常非常的多 那算是一個比較正面的 可是香港媒體一旦到了像反蔡元春 或是反天津碼頭這種 比較更激進的抗爭 他就是比較保守 可是後來香港媒體對於 所謂七一或是六四的運動報導 也保守 因為有政治力量進來 所以其實他會有很多的動態的過程 可是我剛剛講的是一個大體的狀態 OK 那 欸對不起 我已經有點忘記兩位的問題 你的問題是說 就是老師說 就是在做事件 抗爭跟媒體 怎麼樣跟他們互動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欸 就是 其實我曾經在這個過程上 我寫了一篇文章 我同時罵的是警察跟抗爭者 批評的是警察跟抗爭者 我對抗爭者批評比較少 對警察批評比較多 因為在323的那天晚上 警察第一例驅離的對象是記者 那這是非常糟糕的 那我覺得警察是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在抗爭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有很多的朋友他會去 去批評 特別是像中天TPBS 那我就曾經在臉書上面就寫說 我覺得不需要去對這些人這樣子 結果在現場的一些認識的朋友 包括同學就會跑出來說 為什麼不能這樣子 因為他們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那個其實是 我覺得有點困難 那我的想法是說 警察 他是從事公共事務的人 所以他不是在做一件 羞恥跟丟臉的事情 除非他要做羞恥跟丟臉的事情 要不然他沒有必要驅離記者 OK 好 那同樣的 出來抗議的人 他也不是在做一些羞恥丟臉的事情 我覺得他要怎麼報 我們可以再去跟他後面的抗議 但是而不是在現場去干擾他 進行他的採訪工作 我覺得當你去干擾記者 去進行採訪工作的時候 其實某種程度上面就輸了 就是你在怕什麼 那報完你怎麼知道他 你怎麼會假設他一定是報 因為你看到他過去報的是不好了 但是不代表這個記者 他一定有沒有報過好 那如果報不好再去路過他們公司就好了 如果更充足的證據說你報不好 那我覺得出來混的就是要還 就是你出來做從事公共事務 你就是要被監督 那當然他可能是扭曲你 但是你在這個過程就做這件事情 我不覺得對你有什麼幫助 對因為你驅趕他 他還是會亂爆 而爆的更亂 所以我不太懂那個邏輯 那我可以想像那個是在氣頭上面 對 所以剛剛是問的 不好意思 我們可能在推動社會運動 或是從事社會運動過程中 會有些違法性的證據 那就是說我們在權衡平價 或者是說 你是說做為一個旁觀者嗎 還是做為運動者 做一個旁觀者 我覺得很難 這跟你的價值是有關的 就是我沒有辦法告訴你一個標準說 我們要評估A B C D 然後然後評價之後 要綜合討論 然後得到一個結果說 他這是對的或是不對的 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 一個動態的一個過程 就是 我常會舉一個例子 就是老文聰 就是知道嗎 就是台灣霹靂火老文聰 老文聰有幾句話說得很好 他說 人可以做新鮮 沒有人可以去做新鮮 就是一個人如果可以當神仙 他不會去當畜生 所以我會覺得 我們在看這個人 為什麼會去選擇當畜生的時候 我們要去做更大的評估 就是說可能要去了解 他為什麼會有這些舉動 這個舉動使得 他必須要透過違法的方式去做 而不是在看那個法 到底有沒有被違 違掉的這件事情上面 而是要回到他最初的動機以及目的 當然在這個動機跟目的達成的過程當中 手段也可以是一種評估的方式 對 只是說我覺得那個 他到底根源為什麼去做這件事情 恐怕是我們更要去理解的 對 所以 對啊我也覺得 本來 本來就 就是哪一個人沒有在違法 我本來懂 就是說他不是在違法 就是說例如說好了 你會紅燈右轉 那有些只是因為貪圖某種狀況之下 便利紅燈右轉 可是有可能是後面 你要去 因為紅燈右轉是因為你要去 你的家人生病了 你要趕快紅燈右轉 那你家人生病 紅燈右轉警察抓到你 你跟他講 他說不定還會讓你走 所以 紅燈右轉當然是違法 可是 他的動機是什麼 我覺得那是要 必須拿進來考量 可是我覺得這次非凡他們做了一個東西 他們聲稱的一個東西 我覺得是很好 就是自己擔 就是你要違法 拿到你的目的 就自己承擔 我覺得 就像我也常會覺得說 記者還是可以偷拍 如果他要去揭露某種的貪官污吏的話 你不偷拍你怎麼揭露 所以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我們常常告訴學生怎麼去放蛇 放蛇就是怎麼去潛入到那個 去做一些違法的事情 然後去踢爆人家 因為你說一合法的去採訪 就採訪不到的東西 那當然有很厲害的 但另當別人 有時候他必須要去違法的去採訪 可是呢 你就去承擔那個違法 之後的道德的批評 跟法律上面的東西 那當然這是報社要去承擔 因為報社允許你去做 或是要求你去做 對 那可是你的目的是要去提報 那當然他就必須有一些權盤在裡面 那但是 那個比例怎麼去算 好像也沒有一個標準